原来啊在萨满教文化中还有两个另类 一类叫做清风 一类叫做炎制 男鬼神统成清风 女鬼神统成炎制 真吓人呢 他们是五大仙家外的另一种存在 说到这里重点就来了 今天这部片子就是有关炎制的故事 在东北一个小县城的 算命一条街上 就有一位自称啊 差点杜绝飞声的假大使 电台里还做了一个广告 白天不营夜只在半夜12点开门 就这一个破电台的割酒菜广告 还真有人信 街边该留着黄毛 他找上了假大使帮我改改运呗 现在是一点财运都没有 打牌点炮 偷咬尖去呢还被狗咬 假大使略加指点说呀 你命中缺金缺水呀 那金就是钱 水就是圆 说到这儿黄毛赶紧掏出黄包地上去了 这是规矩 大使出口有为天道 得用这玩意弥补 告诉黄毛 出门向东走你别回头 遇到金字沾水边的 拿起来就回家供舍 黄毛得令 出门就去找他的吉祥物了 结果马路上一井盖子 正符合贾大使所言 那还想大家拖起来赶紧回家 共生改运吧 这时贾大使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好运到头了 小店被举报 非法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在记者和警察的咨询中 贾大使逃跑了 不小心正好掉进 没有吉祥物这档的下嘴刀 摔伤住院加教育罚款 贾大使资金链短了 时运不济 肩膀头上的三盏灯 好像是摔灭了 在医院 他就看见个野青风 吓得他转身跑回小店 打算另起炉头 结果一双质朴的绣花鞋 从上垂下 贾大使嗷一声 这是万万没想到啊 夜路走多了 还真见了鬼 房梁胜这位 可是历史悠久 挂了多少年了 如今他没了肩膀头上的三盏灯 算是开了阴阳眼 这位房梁女士自称三姑 今个咱有缘相见 我祝你火遍东北 心想事成 他不是找替身索命的 据说就是有点债没还上 需要办点事啊 才能投胎做人 贾大使一心求财 这位胭脂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以后你半夜12点开门 为鬼办事 贾大使下一季令 那我也不能做明币 当人民笔划呀 原来三姑的意思是 有些孤魂野鬼生前作孽 孽寨或是心愿没了 他走不成 你帮他们办事 事成之后呢 他们同意把陪葬的金银宝物都给你 那你不就有钱了吗 当晚就和三姑大成协议 还起了一个谈 门口挂上两盏白灯笼 自然有人上门咨询 第一单 他们遇到了一个大买卖 来的是大清王爷 那可是当年犯了事 没法入祖坟 就葬到了这荒郊野岭 现在呢 房屋露水 怕自己那把骨都冲散了 让贾大使给帮帮忙 事成之后 王爷的遗产全部继承给贾大使 改行后的第一桶金就来了 不过这第一桶金 是遮遮的得挖才行 正好黄毛又来拜访贾大使 说他指点的吉祥物果然有用 最近是好运连连 贾大使正好就把他收编当成小弟了 带着他连夜来到荒山 给王爷搬家 还是有的 王爷很满意 没找到后帐 公墓里王爷一宣传 那贾大使的生意不断 每天半夜12点之后 这里都是鬼头算动 有找他帮忙托梦的 有来想和家人再交代一下遗嘱的 还有大令女鬼上来 想请他帮忙配个明昏的 但是也有不能接的活 比如有的鬼说 我还想再活一回 贾大使风声水起之后 还遇到了一个鬼童 看似人畜无害 但是后来让贾大使几乎丧命 说起这个鬼娃呀 生前和母亲来过贾大使这里 他妈妈当初怀着孕 想求一个平安 贾大使坑了人家50块钱 给他出了一个招 让他盖上个安胎五行印 据说这种印 需要去不同道场求印才成 结果孕妇带着孩子 就找上了一位邪道士 真伯一 说起真伯一 在小城玄学圈子都很出名 圈里人人都知道 他有两下子 那不过都是邪术 经常搞小鬼给别人改孕 没有人愿意接近他 根据胭脂三姑所讲 那个孕妇带着儿子 就被真伯一给顶上了 因为在邪术中最喜欢这种 一大一小的娃娃 邪术炼制圈养之后 能力要高出其他小鬼几倍不止 那个怀胎的母亲和娃娃 就是让真伯一给害死的 这应该就是说的因果循环吧 大把就来到这里 让贾大使给找妈妈 当这件事都被三姑告诉他之后 贾大使是彻夜难免 心中有愧啊 因为他的胡乱指点 间接导致有人遇害了 贾大使衡量 他怎么去找真伯一那孙子呢 连续三天关门不营业 他终于壮胆找上门了 因为真伯一真会两下子 贾大使也还怕惹上麻烦 来到这里他开门见山 你说说多少钱吧 把那小鬼卖给我 真伯一指着贾大使 你给我滚犊子 以为身后有个老鬼 我就怕你吗 信不信晚上 我给你一起办了 事情谈崩 真伯一可能晚上过来找事 贾大使在三姑的指点下 就开始了准备 生米鸡血圈起来 呼住这个小鬼别被抓去 剩下的就按照三姑说的搞个法谈 贾大使对真道 那肯定是必败无疑 所以还让黄毛做了另一手准备 黄毛这头准备的可谓是绝杀 相信可学 回头看真伯一这老小子 以前在正经到家学过一些本事 可他心性邪恶 研究的都是密法邪术 在小店里这会儿就起谈念咒 出行骑养马 回归都大叫 借着养小鬼杀气魂不热出窍 去收拾贾大使了 一阵阴风吹过来 真伯一果然飞过来了 常人根本不见其形 开了阴阳眼的贾大使 受胭制三姑指点 摇晃着手里的阵魂精灵开始驱杀 结果灵灯碎 杀气迎面冲来 他又口含生鸡蛋 高举U三指 如果没有这些挡杀的东西在 那贾大使怕是杀气入体 没几天活头了 胭制三姑这个功夫 都没有能力挡住真伯一了 这老小子一出手 都能让三姑形神俱灭 突然一个大嘴巴 给真伯一这活的冲锋了 原来是王爷晚上没事溜完 正好路见不平了 王爷一出手 他周边那些邻居接风们 一阵风势的飞过来 圈踢了真伯一 贾大使来劲了 昨天做了一把柳木的开山刀 他听说柳木硬气中 树枝的脱鬼都能矮三分 合计这把大刀 那还不得把他给拍死吗 真伯一浑身杀气包围 一圈阴风起 这些小清风和胭制 都成了他的养料 贾大使也被杀气入体 不死也得扒脏皮 现在的他只能硬挺 因为还有个大招没放 突然真伯一停手消失了 原来在他出窍的时候 黄毛就报警了 摄像机和警察叔叔一出面 那什么妖魔鬼怪 全都显出原形了 黄毛举报他 这里有骸骨 那还是小孩的 很有可能背后牵扯出命案 那就带回去喝点茶吧 要是说这世界上 你得相信科学 遇着事了 别第一时间去找大使 脑子有病啊 先看医生 遇着事了呢 那就报警呗 就没有警察叔叔 治不了的妖魔鬼怪 大使们那都是掐住了 人性的弱点来收割韭菜 绝大多数情况 无非是在给自己交智商税